大家好 我是Jack Ma 一说到教育网站啊 我们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会非常的无聊 除了文字就是图片 很难主动地调动起我们对学习知识的那种渴望 那么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五个 我认为是最酷最炫的教育网站 而且全部是免费的 我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啊 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第一个网站叫做colorleap.app 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 take a leap through time and see the colors of history 意思就是说我们穿越时空 了解历史 并且通过历史呢 能了解当时的那个颜色 通过颜色来了解历史 好 它有两个选项 直接进入主页呢 我们可以点击任何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从公元前的2000年到最近的是1960年 我们都可以随便点击 点击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点击颜色 它会通过颜色能告诉你 那个时候当时比较流行的颜色和当时的主要的事件 那我们再回到主页 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时间段 那么它就从公元前一直到1960年 按照时间来分类 并且把主要的事件 主要的一些颜色还有图片都分门归类 然后整理出来 我觉得这个网站做的是非常有意思 好 第二个网站叫做histography.io 它实际上是history加上geography这两个单词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histography.io 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它是按照时间线来排序的 这个时间线是指的这个历史 那么它一方面按照时间线历史来排序 另外一方面它又按照不同的科目来排序 比如它按照文学啊 音乐啊 战争啊 政治啊 宗教啊 妇女问题啊 国家啊 发明发现啊 等等等等来这样排序 我们随便点一个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战争 进入战争之后 你随便点击一个时间点 它会有图片 有当时著名的战争 并且连接到了wikipedia 它这个网站上有关文字的介绍 还有一些相关的事件等等 所以这个网站也是做得非常的炫 非常的酷啊 有时间的话 可以好好到这个网站上逛一逛 会大大的增加大家在历史方面的知识 那么下面一个网站呢 它叫做Deepsea 它是一个混动式的 帮助大家去了解海洋生物 海底世界这样的网站 做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网站的名称叫 Neal1.fan 一个斜杠 Deep 一杠 Sea 一个斜杠 是这样一个网站啊 如果你进入这个网站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一方面告诉我们 海洋的水平面以下的深度 同时再告诉你这个不同的深度下有哪些的物种 鱼类海洋生物生存着 比如说我们走到50米 再往下70米 100米等等啊 它告诉你各种各样的物种 这个呢 深度很深 一直我们一直到最底下 海平面以下 一万多米以下的深度啊 也是很棒很棒的啊 这个网站做的 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用这个网站来了解海洋的生物海底世界 好 下一个网站呢 它叫做visualcapitalist.com 这个网站呢 它的主旨啊 叫做Power Your Story with Visual Capitalist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你要讲述你的故事 讲述你的信息 讲述你的资讯 通过数字 通过图表 通过特别有趣的地图 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啊 做的是非常精美 非常的漂亮 同时呢 它还按照不同的科目来分类 比如说它按照市场啊 科技啊 资金啊 健康啊 能源啊 等等啊 政治 好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 咱们点击这个科技 这个领域来进去 我们随便点一个 它已经事先做好的一些 信息来分享的啊 比如说我们世界上 访问最多的50个网站是什么呢 我们点击一个进去 你就会看见它做的一些非常酷 非常炫的一些图表 这个呢 对于你如果说做一些小的科研啊 或者做一些报告等等 你都可以从它这上面得到很多的灵感 得到很多的最新的数字 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 最后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网站呢 它是一个有关中世纪的地图的一个网站 这也是很有趣啊 如果我们进入它这个网站的页面 这个网站叫做 TheMapamundi.co.uk 它是主要在英国啊 它是作落在英国 那么它这个网站呢 它讲呢 认为中世纪的这个地图啊 这个叫Mapamundi 这样的一个地图认为是 人类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有关中世纪的一个宝藏 那么它就把这个地图 做成3D的形式 各种各样的 用一个网站的形式来做出来 那么我们进入了这个网站之后 我们如果点击进入 你就会看得到 它能够啊 比如说我们就start exploring 进入啊 看看 它做了很多的小点 你随便点击一个 你就会进入到当时那个地区 并且它把相关的事件都列了出来 也是很有意思啊 如果对古代这个中世纪这段历史 包括地理感兴趣的同学们呢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网站一个资源 好了 总结一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 五个免费的教育资源 也是非常酷 非常炫的网站 那么第一个是用颜色探索历史 第二个呢 是用时间线来探索历史 第三个呢 是动态了解海洋 第四个呢 是用数据啊 图表地图 讲述故事 第五个呢 是动态地图 了解中世纪 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 在留言区留言 如果你有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